大家好,歡迎來到問吉他志 那其實自從我的頻道開戰以後 一直有人都在問我一個問題 那什麼問題呢? 就是問我說 欸,問你到底有沒有在開班授課啊 已經很多次很多人一直問我這個問題 然後只能跟大家說 大家的心聲我都聽到了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什麼呢? 那就是問吉他志要推出實體課程啦 登登 好,那大家就看一下我們實體課怎麼樣 那首先我會分成一個是家教班 教教班就是一對一的部分 那一對一的部分呢 我分成就是有初級跟中級 那初級的話教大家一些自彈自唱 然後基礎樂理跟最基本的彈奏技巧 就是你完全不會吉他的 過來我會把你教導會 那中級的是什麼? 中級會教大家一些抓歌編曲 一些基本的fingerstyle 適合說你對吉他人 有些基本的了解的話 那可以來上我的中級班課程 那初級班跟中級班 都是我自己親自授課 所以品質一定有保證 大家不用擔心 對不對齁 好,那除了初級班中級班以外 家教班也另外推出了 大師班跟電吉他班 那大師班是什麼? 大師班會教大家說 欸,各式的風格要怎麼彈奏 然後還有就是更進階的音樂製作方面 那電吉他的話 就是會教大家電吉他的部分 還有一些即興演奏 那當然這部分我可能會比較弱一點 所以我特別請到了我們的 葉宇靜老師來授課 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葉老師大師班是由他來授課的 我跟他有合作的部分 那關於課程的價錢的話呢 初級班一堂是四堂 四堂是兩千四 那中級四堂是兩千七 那大師班因為是由葉宇靜老師授課 所以要再跟葉宇靜老師談一下價錢的部分 大家不用擔心 大家看這價錢覺得說好貴喔 不用擔心 如果你有訂閱溫吉他制的話 馬上就可以有打折 可以齁 訂閱溫吉他制 四堂課只要1999 初級班 那中級班四堂課只要2199 那大師班的話 你只要訂閱葉宇靜彈吉他 也是一樣會有優惠價 要是說應該八折 至少八折 可以齁 好 那如果你不喜歡 就是個人班 你覺得說跟老師上課 感覺很無聊 想要多人一起上課 那我也推出了團體班的部分 那團體班的話 我設計的是一期是六堂課 那它是一個帶狀課程的部分 什麼是帶狀課程呢 就是說 一開始初級班 我們有三個level level 1 然後上完可以繼續上 level 2 再上level 3 所以一共這樣10%上下來 你初級班就上完 那你初級班上完以後 你可以接下來接著上中級班 你可以喔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這樣子慢慢的上下去 所以就是一個循環的課程 那這些課程都會有在開 你可以看你的等級到哪裡 然後自己去加入那個課程 可以齁 這是團體班的部分 那團體班當然不只這樣 團體班有個四大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 食人一班 我們去採小班制授課 品質一定有保障 那第二個的話是男女比精心挑選1比1 不要問我說為什麼男女比1比1 反正就是要這個樣子 大家心知肚明 好 那再來的話是下課會有團練時間 我們團體班受課一次上課大概是一個半小時 那上完課以後大家可以在教室裡面就是繼續做練習的部分 你就可以找你的夥伴一起練習 那為什麼要練習呢 主要是說我們每次上完課都會有期末懲罰 這是代裝課程嘛 初級班上完最後一個懲罰 中級班上完最後一個懲罰 所以就是你可以拖下課團練時間 多多去認識其他的朋友 然後讓自己的教育圈變得更廣闊 不要只是在家裡面彈吉他 好那初級班 我們團體班的售價的話是 一期是2400 大家看到價格你不要害怕 只要你的訂閱Win吉他字 以後會這樣馬上給你1888就好 可以喔 大家趕快去訂閱 好那接下來大家是非常好奇的說 上課地點知道有在哪裡 那上課地點我其實找了非常久 一直都有在做 大家可以看到我以前是叫做WinStudio對不對 後來感覺叫Win吉他字 為什麼 因為WinStudio這個名字是要留給我們的教室使用 然後我們的音樂教室就叫做WinStudio 那我們第一間就開在台北 叫做WinStudio台北 那跟大家看一下教室環境 那教室精心設計啊就是 比較喜歡一些復古的感覺 所以是復古工設計 那 常常大家在裡面上課應該可以感受到 濃濃的吉他味 那再來的話是團練室的部分 也是一樣就是弄得非常的漂亮 就希望說大家團體班下課後都可以在這邊練習 那再來的話是特別的是有一個黑膠間 比如說設計的一個房間那裡面都是放黑膠音樂 大家下課的時候如果說你有報名我們的課程的話 大家可以進去聽 大概一個人可以聽一個小時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是外面的人還沒有報名課程 歡迎就是付費來我們的黑膠間去聆聽 那那邊的音響設備都是非常頂級的 也好讓大家在下課之餘可以好好的聽音樂去享受 好那我們唱課教室的地點的話 現在非常方便就是在捷運中山站的附近 也好在中山北路跟南京東路的交叉口 大家只要去那邊就可以找到我們的WinStudio 好 那 其實現在就開始報名了 現在客人就開始報名 大家填下面的Google表單就可以馬上開始報名了 那記得一定要訂閱Win吉他志 還有葉君彈琴他 因為這樣子課程才會有的會 可以齁 好 那大家就有實體課程見啦 大家掰掰